大家好,我是迷之声 今天要为大家推荐一款十分老十分怀旧的打飞机的游戏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游戏实在是承载了迷之声的太多的回忆了 它名字叫做Tieran2000 一开始是95年的时候出的一款游戏 后来不断的升级换代 最后就有了这个2000的版本 它是一个打飞机的游戏 进入之后有几种模式可以选择 一批完整游戏 一批接机模式 一批时间模式 还有二批的接机模式 我们首先从这个一批的接机模式 开始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介绍 我们从一批开始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款游戏呢 左边显示了我们的这个飞机 然后在选项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是键盘和鼠标都是可以操作的 这个游戏的特点呢就是武器特别多 除了我们的主武器之外 主武器呢吃这个紫色的球就会变强 然后呢吃这个不同的弹药就会改变 然后我们刚刚吃到了一个服武器 或者应该叫做叫做什么呢 叫做侧武器好了 它叫sidekick sidekick呢 有不同的模式 我们现在在屏幕的右方看到了有两个emboard 也就是微型炸弹 这就是我们现在拥有的副武器了 侧武器了 我们如果按键的话呢 就会把它放出去 同时呢 还有另外一样武器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右上角 第一个写的是front gun 我们现在把副武器变成这个小型导弹 第二个呢叫做rear gun 照说呢应该是正面武器和尾部的武器 其实我们还是比较习惯把它叫做主武器和副武器 好 我们现在呢还没有拿到过副武器 然后呢大多数的主武器吃到之后 在左上角会显示出有一个特殊能力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特殊能力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样子 在屏幕上四处出现随机出现一些弹药 大型的弹药 好的 这样呢就是一个接技模式的一个大致的样子了 然后啊 我们稍微等一会儿 等到哎 刚刚可能已经错过了一个这个 抵藏关的进入方式 好 好这应该是个啊不是这是这是副武器 我们现在的侧武器呢 变成了这样一个不用我们主动去做 而是随时都在发射的一样一个侧武器 说的还是不太顺口 然后呢这个游戏 它复杂就复杂在什么地方呢 在接技模式当中 我们是根据打敌人掉落的这样一种 特殊的机器啊机体啊机体这个呢叫做实验PQZ 这台机体呢 比较强悍 而且自带的这个 当然啊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之前有这个一二三四五张 每一张呢 虽然可以直接从每一张开始 但事实上难度呢还是增加的 所以如果是从之后进行这个接技模式的话呢 就比较困难了 好 大家可以看到在输入密码之后呢 进入的叫做超级接技模式 这时候呢 每一艘机体啊 都有它独特的配备的极款武器 而不是像这个普通的接技模式那样 比如说我们现在 然后这是一个增加武器升级的 而不是像普通的接技模式的时候呢 有各式各样的武器供我们选择 同时呢 每一台特殊的机体也有特殊的能力 我们这就是一个雷区了 好 再给大家看一个叫做什么呢 刚才输入了一个 现在我们输入一个叫Lizard L-I-C-A-R-D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变成了飞龙 当然 在这一关比较不适合 因为这一关一开始都是非常难打的一些这个建筑啊 障碍物 所以呢 我们也只是随便演示一下 而且 它的特殊武器呢 是这个放射雷电 但是它的这个 有一个冷冻周期啊 有一个这个 呃 叫叫什么来着 叫什么来着 酷到 叫什么来着 哎呀忘了 中文不会说了 怎么办 好 那么 这几个通通试玩呢 我们就要开始啊 顺带说一下 这个 这个 竟然有双人模式 而且呢双人模式和一般的玩法还不同 啊 我们 一批呢 用键盘操作 当然也可以换 二批呢 是这样一台机器啊 还可以合体 合体之后呢 就可以 用这个 鼠标啊来测 改变它的这个 攻击方向